這個最後佔比圖,這個我想請各位自行把它完成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學了佔比圖之外,我想要再畫別的圖,當然也可以啊 你如果想要再練習別的,你可以 第一個,你可以先把這個 這邊的工作表叫工作表1 那名稱感覺好像不太符合 這個裡面放的資料,我想要把它修改的話 你是可以拿 這個標題名稱 這個名稱,直接放在這邊,那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名稱,點兩下之後,把它複製一下,感受C 我按右鍵複製 這邊點兩下,把它貼上 這樣就完成了,貼過來 這邊就有一個,戲手佔比圖 OK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畫別的圖,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畫在下面 然後畫在別的地方上 比如說 除了佔比圖之外,我想要畫紙條圖 也可以啊 你可以這邊 再查入另外第二個圖,有要壓到這邊嗎 第二個圖就是 再做一次 直條圖 比如說這個直條圖 最簡單的,按確定 那當然你可以 它會產生第二個圖,你可以把它移到下面 這邊 然後 看要把它拉大一點點 這個圖的話,其實呈現 看 看怎麼擺比較合適 剛才這樣 把它一個左一個右 這邊一個 左邊 那一個右邊 把它放在這邊 OK 然後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就是 因為它是一個數量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名稱 一樣的方式 就是 把這邊 這個名稱 一樣改一下 反正第一步一樣 是把圖 這個要塗掉標題 改成叫什麼 細鎖 這個什麼 這個要 直條圖 OK 一樣就是說 把它的 字的大小 常用裡面的 顏色 反正就改 用這個 一樣大小 這邊有個圖例 這個不要 一樣 這邊有一個圖例 把它打勾取消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多一個 直條圖出來 這樣感覺 就會 更多元的去 分析一個資料 也就是把一個 資料本來呈現的方式 長這樣 如果假設 長這樣 你怎麼知道哪個多哪個少 但是如果你把它 畫成 用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的話 那你可以呈現出一個 至少會有個佔比圖 至少有個數量的圖 這樣的話你會覺得 看起資料 相對的會輕鬆很多 會比較 相對的直取 OK 好 大概是這樣 你們後面 可以自己試試看 不一定是直條圖 你也可以試別的圖 我只是希望說 你們了解 什麼時候用什麼圖 會是最恰當的 如果你 很能夠直覺的表示資料 哪一種圖對合適的話 那以後你要 呈現你的想法 就很簡單了 OK 最怕是說啦 你不會做 統計分析這件事情 我覺得 資料給你 你會發現 很痛苦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做第二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也是類似的 如果我想不是只有針對系數 我想要針對 我想知道哪一個 年級的最多 年級 你想說年級在哪邊 這個班級裡面的資料有沒有年級 好像有 這個年級裡面 這邊不是有個二 這邊有個四 那意思是說 我想知道 選課裡面 哪一個年級 的人最多 哪一個年級 那年級 你想說那怎麼統計呢 統計之前 一樣 如果你要的那個問題 沒有那個藍位 那你就把它變出來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步驟 就是 直接在低藍這邊 增加一個藍位 藍位名稱 也許叫什麼 叫年級 OK 那一樣 這個年級因為顏色跟它不一樣 所以你拿它 用一個刷子刷一下 複製它的格式 然後刷給它 讓它長一樣 第1步 第2步的話 我要抓的是這個年級 抓這個年級的話 有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幾年級的訊息放在這裡 當然不是叫你Ctrl C Ctrl V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讓它做很糗 很麻煩 那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跟剛剛的那個公式有點雷同 什麼雷同呢 一樣用Find Find的話 那剛好 Find就不是Find錢掛戶 因為這個字 剛好就在這個 後瓜壺的下一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第1步 先把後瓜壺複製一下 或者你自己打的出來就用複製 然後一樣插入剛剛的那個範圍數 把後瓜壺貼上 移開 前後的狀號 去這邊裡面找 找到的位置是第7個 所以理論上 如果我要找 後面這個字的話 那應該就是 把7 這個位置 在下一個字 下一個字 加1 對不對 所以 按確定之後 請問一下 我要的那個年級在哪一個字 加1 就可以了 那應該是在第8個字 下下填滿 這邊都出來 這個在第8個字 這個在第7個字 有沒有 這個在第9個字 應該可以 所以第1步的話 跟剛剛蠻像的 先找到 那個字的位置 接下來的話 把那個字取出來 這個就難一點 因為 這個字不在左邊 也不是 剛好在右邊 因為如果剛好在右邊簡單了 如果剛好旁邊這邊像沒有假這個字的話 那我用RISE一個字就好 可是剛好 它是在中間 所以如果在中間的話 記得你就要想到一個函數 就是MID的那個 叫MID OK 所以MID的這個函數 怎麼使用 一樣 先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插入這個函數之後 找到有個函數 就是MID的函數 MID 它一樣會問你三個問題 兩個問題 這個比較麻煩 這有三個問題 因為它從中間 第一個是說你的字在哪裡 我的字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要從哪個字 STAR NUMBER 從哪個字開始 幫你取那個字 你把公式貼在這裡 STAR NUMBER就貼到公式這邊 得到的是第八個字 最後一個字是說 你要取幾個字的意思 那我只要一個字 因為年級只有一個字 所以關鍵就是這個 好 完成 看一下 對不對 得到的結果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 看一下公式 12345678 沒有 為什麼 猜猜看 原因何在 亂猜也沒關係 對 對 沒錯 可見同學說 所以 假設你要 有沒有 其實看不出來 取笑一下 你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答案是因為這邊 它這個格式中 多有 空格也算一個字 空格不是不算字 所以理論上應該 它就是不是第 把第八個字 空格 所以理論上應該要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記錄 加多少 加2 加2才對 OK 所以 這個可能是一個陷阱 因為很多同學 可能就會 不對 這樣看好像都沒有 原來這邊選一下 這邊有個空格 所以 一樣道理 假設製造之後 再利用剛剛的方式 再做一遍 一樣 插入 文字類的 密的函數 這個密的 然後 這個資料 一樣把 剛剛加1 改成變加2 因為 多個空白 那幾個字 一個字 那你可以看 為什麼我大概應該知道說會出錯 因為這邊下面如果假設 顯示出來的不是你想要得到的話 那顯然應該是錯 錯你不用自己做了 那你就把 這個地方 怎麼樣 把它 改一下 改這個地方 本來加1 變加2 OK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得到 就是這個字 那當然 一樣 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全部都做出來了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哪個年級最多了 所以要統計年級 第一個 一定要先 產生這個欄位 如果沒這個欄位 你就不用統計了 OK 所以第一步先做完 第二步一樣插入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年級就有了 一樣拖到 拖到列 拖到尺 然後排序的話呢 一樣的是按照 力道A 多的 排到上面 少的 排到下面 可以看得出來 好像最高年級 這個二年級好像是第一名 其實 在四年級好像相對 第三 最少是一年級 那最後如果你要畫圖表的話 當然就是這邊一樣方式 畫個圓形圖 然後把這邊 稍微改一下 這個名稱自己改 也許叫做 年級佔比圖 然後一樣 就是把這個名稱 乾脆先把它改一下這邊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 再把這個 把它字換給 這個字的顏色 大小 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這個格式 你可以製定沒關係 不一定跟我一樣 只是習慣 反正不知道要弄什麼 你就找一個 一樣 然後這邊呢 按右鍵 按右鍵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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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文字 你不要直接按 直接按這邊呢 它會是一個 標籤 如果你要凸顯 二年級的話 點一下 再把它往外 這個也這樣 點一下 再點第二下 選它 放大 字 可以再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 換個顏色 這樣的話 就 蠻清楚的 最後啦 你可以把這個 圖力也給打過去 圖力不要你 那這樣 甚至呢你也可以在旁邊 再多畫一個紙條圖啦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圖 也都可以 或者你說老師那我不喜歡 一直都是 圓形圖 我可不可以變更 按右鍵的那個變更 你可以 重新選 比如說你可以選 這邊有一個什麼 環圈圖 這也可以啦 環圈圖 它其實跟圓形圖 最大的不同 就是中間挖空而已 其他一樣 那 感覺 如果你想要換換 感覺 不一樣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 換成其他類型 沒有關係 甚至有立體3D的 沒關係 那並且如果你要讓它更漂亮 這邊有設計 可以 這邊不是有什麼 很多花樣 假設選這個 這邊上面都 設計還可以讓它變得更 更美觀一點點 它這邊已經預設 都幫你做好的很多花樣 你把它變成像 這樣子的一個圖 感覺完全就跟 原來不一樣 OK 讓它變漂亮 所以 今天的話 理論上 請各位就是針對 這個資料 做兩個統計 做兩個 統計分析 一個是 細索占比圖 那後面 至少你要有一個占比圖 另外一個圖 你自己隨意 你自己做變化 沒關係 第二個是 針對 年級 佔比圖 當然一樣 你先做一個圖 另外一個圖 你也可以自己 再去 找一個 你覺得 你想要 做的一個圖 順便了解一下 每一種圖的一個特性 OK 大概是這樣 最後的話 你就把這個 選客的 這個結果 你要把它直接儲存 直接繳交到那個Porto上去 就OK 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 兩個圖 這兩個 然後再加一個 變化 變化就是 後面這個部分 自己在做變化 OK 繳交這樣就OK了 把畫面 再 還給各位